比古代的皇帝有没什么意见 因为我后来发现 这些古代的皇帝寿命都不长 陈定南会在半夜偷偷的去找 走神旺大饭店的后门 去见财团大亨吗 陈定南不会做这种事 陈定南更不会自己 白纸黑字签了名 背叛自己的政党 跟所有的党员 然后跟人家签了名以后 还 哭哭啼啼 在直播的时候哭一哭 以后撕毁所有的承诺 背弃自己的政党 陈定南比得上你 我讲坦白的 陈定南这种人 所以让我们称为青天 永远怀念他 像你柯文哲这样的人 只有古难两个字可以形容